嘖 好 到了第五场 4,400米杯赛的场合 首选方面就排一下 选择了十三号码的蓝天兵马 昨天跟大家看过 上一场在国际赛事的 2,36种场次是挺高水准的 再看看 统计资料里面 其中一栏可以表现到 骑链的合作成绩 你看到苏绍威和徐宇石 近期的名次 马匹合作都拿了牌 冠阿桂都有的 真正如胶似漆的甜蜜组合 这只蓝天兵马 展转之后 已经减到42分 我觉得这次在铺处上 又或者用人 未试落班的先兆 可能想用苏绍威 去帮帮这只马 能力都展现过 是考研马区出集 如果今次跟得到马群 以他上一场后径 绝对在这一组里有得赚 另外的爱智宝 这些名种货源 可以这么说 上一场初出 输少少经验 幅火的马亚都很漂亮 欢迎马铃智孔 这些十多元阿赛的马 如果你QT配 多数都要兼顾他 都很难去攻击他 而另外8月10分6 上次退出后 埋门的功夫都很积极 施集 都是轻描淡舌的跟跑 始终季内一出跑1400 这路程都差点赢 现在看回书 赢得重造之星 其后的对手都不差 之后上一场跑1600 可以当抹着他的 步速也相对难追 所以今次回到1400 用当红炸炙鸡 近期受到好上的何宅遥 都不可忽视 第5场中选择了13号 蓝天兵马 4号的爱自宝和爆炸马 十分好